要幫身體排毒 其實我們平常吃的海帶 就可以幫忙 我主廚今天用海帶來熬一個鍋 對 我們今天要做這一道菜 很簡單 和風蝦仁海帶鍋 那首先我們在鍋子的部分 一樣放一點芝麻油 先放一點芝麻油 對 我們先兩道菜 都用芝麻油就一直 一樣就是火的部分開微微火 那我今天準備 各式各樣的一些東西 你看蔬菜有南瓜 有紅蘿蔔 那另外我們有準備了海帶鹽 那就是我們的昆布海帶鹽 那另外有準備了這個 就是黑木耳 這都燙過了嗎 沒有 都是生的 但是我們就要把它泡水洗乾淨 那首先一樣 鍋子裡面要先放哪一個 先放紅蘿蔔 對 剛才問過了 你失智喔 對 紅蘿蔔放進去之後 一樣就在鍋子裡面拌炒一下 你中毒了 這樣不快 對 毒出太多 那我們把它拌炒一下之後 蒜頭再放 因為我們一開始 首先不要放蒜頭 然後裡面讓苦味 苦味讓它出來 不要煎太久 對 那把這個南瓜的部分 然後把它放進去 放進去之後 我們現在火都沒有開到很大 還是小火 中小火 中小火微微的去給它 做翻炒一下 我們現在裡面 鍋子裡面有兩種顏色 其實已經很漂亮了 再把我們的這一個 番茄 番茄也放進去 番茄放進去之後 其實番茄我們把它炒過一次 它的味道風味很棒 所以我們一樣的 把這個番茄的部分 再把它炒一下 稍微拌一下 對 那我們接下來就要放高湯 現在就放高湯 對 因為其實高湯你要 我個人認為 我比較喜歡吃那種根莖類的高湯 根莖類加一點雞骨頭 像一個 就很清澈 非常棒 我們就把高湯的部分 把它放進去 放進去 對 像讓它炒過 煮滾一下 對 淑蓋老師你怎麼看這道料理 它用了非常非常多 可以吸附毒素的食物來源 像海帶牙 南瓜 黑木耳 全部都是可溶性纖維 非常豐富的食材 所以利用這個食物的特性 它在我們的腸道裡面 就幫我們做吸附的動作 對 然後也幫我們身體代謝 一些毒素都把它代謝 等於是吃了一堆活性 帶進去就對了 對 沒有錯 是 那另外它使用了番茄 其實我們很有趣 最近在京都大學有個動物實驗 他們在把老鼠養胖 然後有脂肪肝的老鼠 然後再餵牠去吃番茄 後來發現番茄可以消除脂肪肝 就是說它有一個化學成分 E3OXOOAD 這個成分是可以促進脂肪肝的脂肪燃燒的作用 所以雷師傅這樣子的食材裡面來配搭 然後另外它使用的大蒜的部分 它的液流氫酸鹽 也是保護肝臟功能的功效 所以鼻子互搭排毒 心腸 保護身體的功效就很突出了 OK 好 你先把海帶什麼都放進去 對 把海帶跟黑木耳絲放進去 那接下來我用這種所謂那種刺蝦仁 刺蝦仁 這叫做小蝦仁 小蝦仁 它很甜 這燙過嗎 沒有 不用 這也是生的 我們大量 大量 豪氣 不計成本 對 還是要控制 還是要控制 稍微控制 畢竟股市沒有很穩定 好 我們現在把蝦仁放進去之後 一樣把它分佈均勻 分佈均勻之後 接下來我們要放的是雞蛋 雞蛋 雞蛋現在很珍貴 對 現在蛋很貴 所以下兩個真的是不計成本 沒多少錢 OK 把雞蛋稍微給它攪散 記得一件事 我們現在一樣是中小火部分 還是中小火 下去把它做一個燒煮的動作 當然你如果要在鍋子裡面的保留 比較多一點水分 你就把它蓋上鍋蓋 再燜一下 稍微燜一下 因為其實我們雞蛋把它放進去之後 不用很熟 我不要太熟 讓它有一點滑蛋感 所以你就進去這樣 稍微再攪拌一下就好 其實很簡單 其實你要做更有滑蛋感 裡面加一點什麼你知道 加什麼 加一點太白粉水 但問題是我不用這種東西 所以我就用比較天然一點 比較健康一點 所以我讓它水分 保水性比較夠一點 OK 所以蓋著來加熱就對了 然後打開整個那種海的味道 香味 整個海的味道都出來了 然後我們現在把蛋液的部分 淋上去 對 慢慢淋就好 慢慢淋 淋上去 讓它在中間裡面 讓它在中間裡面 不用攪拌嗎 現在 現在不用攪拌 要變淡花了 變淡花 我們再度的蓋起鍋蓋 這時候蓋起鍋蓋就關小火 我們接下來要灑上一點蔥花 蔥花我們避免讓蔥花的味道太重 所以我們把這個蔥花切完之後 稍微水洗一下 也是泡水喔 稍微水洗一下之後 再把它擰乾 是 擰乾再把它散上去 整個蔥香味是非常多的 OK 我們再把蔥 這麼放上去 對 再把蔥放上去 再稍微燜一下 對 我們把蔥放上去 這道菜其實就這麼簡單 好 我們知道幫你排毒的羹湯 就完成囉 其實身體最大的排毒器官 除了肝臟之外 就是我們的腎臟 腎臟就要靠尿液 你要有尿液就要多喝水 可是德國有科學家說 你每天要分八個時段 每次喝250CC 總共2000CC 就可以達到很好的排毒效果 還可以減重 這八個時段 是哪八個時段 劉醫師 這個八個時段 基本上如果你給他仔細看 他其實從早上 你差不多六七點 開始起床之後 起床就先喝一杯 對 就先喝一杯 因為如果就以中醫的概念 就是他可能走到乾精 大腸精 所以可能你這時候 去喝一杯水 有注意你可能早上就去 我第一次知道你中西醫兼修 平常中醫師教得好 那之後就沒兩個小時 等於是提醒自己 每兩個小時一次 就差不多可以再喝一杯 就250CC 250CC 其實這樣的喝法 第一個是讓你沒有負擔 你不會說我一次要喝 500CC的水 喝很多 不會讓你覺得喝到未成 第二件事情 其實也是可以 讓你在喝水的過程 其實你可以休息一下 你起來走一走 其實對你整體的 新陳代謝也會比較好 因為過去的研究也發現說 如果當你水分不足的時候 那有可能也會想到 你大腦的運作 所以如果說像過去的研究 他發現說 如果你是呈現一個輕度脫水的話 甚至你的大腦 甚至有像皮質會萎縮 像是老了一歲 可是還好這不是一個不可逆的 所以我們平常還是要 讓水分充足 這樣基本上 當你的肚子裡面 有一定的水分 你也可以不會帶太多的食慾 想要去吃太多的東西 也可以降低你在飲食 攝取上的一個熱量來源 對啊 其實治療的生活 所以我們免不了董 會碰到一些毒素 沒錯 這是要靠我們良好的肝臟功能 還有良好的腎臟功能 來把這些毒素給排掉 所以當你身體 有莫名其妙的疲倦的時候 又查不出原因的時候 建議各位還是找專業的醫生 好好的檢查自己的肝腎 有沒有問題喔 我們見到你下次見 拜拜 拜拜 大家好 我是江坤俊醫師 喜歡我們影片的話 請記得按讚 訂閱 加上開啟小鈴鐺喔 就能及時收到我們的最新影片喔